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您有听过黄金果吗 营养价值高 口感Q软香甜 是近几年很热销的经济作物 而在屏东 它跟鳄鱼生长在同一个园区里 这今年70岁的园区主人 尹启东是如何种出 外销到香港新加坡的黄金果呢 带您一块了解 我们在采的时候 我们是连这个袋子是一起的 是这样 表着像这个肉汁 比较肉的脂条 肉汁 这叫肉汁 在这里比较看起来比较肉的 把它剪掉 树枝太过茂密 影响日照影响结果 70岁的尹启东 每天清晨5点准时到过园巡视 照顾黄金果的重点工作 就是病虫害问题 其中东方果实营最让人头痛 它很聪明啊 它为什么要来这里 因为这个营养很多 所以它就直接就残暖在这里 那这颗果实就会坏掉了吗 对 如果被它盯到了 比方说它盯到的话 这颗果实就坏了 影响东采用友善农法 进入开花期后 原则上不用农药 利用生物费洛蒙和粘虫板 来解决害虫 果实营的话呢 它看到黄色它就会飞过来 所以我们把那个 黏着剂就喷在这上面 然后上来的话 它就会被黏住 虫是看颜色的 就会飞过来 对 这一虫它是看黄色 这个喔 引启东种黄金果有12年经验 在同行当中很资深 它有自己的一套秘诀 让黄金果一年四季都结果 不过果实并非越多越好 这个地方它凹了一个凹下去 就类似有储存的感觉 所以这一棵长大 一定不会很漂亮 不会很漂亮的话 我们就趁小的时候就把它塞 你大的时候才丢掉 都可惜 而且它也吃很多营养 所以小的时候呢 这一棵 所以这一棵就要把它塞掉 那怎么塞呢 我现在就这样稍微给它转一下 有时候我跟说农民的话呢 你如果想要忙 其实也蛮忙的啦 你要用心去看的话 其实是需要很多时间 像照顾宝宝一样 仔细观察 每一颗黄金果的生长情形 这占地一公顷的果园 有成千上万颗黄金果 每年卫营启东 带来超过200万元营收 一年产量超过5万颗 甚至还卖到香港 新加坡 因为起步早取得先机 让它的销量领先其他果农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 起初它的黄金果 是在鳄鱼农场长大 这个机会就是要来 叫大家来认识鳄鱼 来 多摸一下 好冰喔 摸一下 摸一下 可爱 摸一下哦 所以农水冬 然后外乌尘都会不一样哦 喔 大家都摸到了 喔 都感觉到了 其实我们就 平常是生活在 도市 就很少可以有机会到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很不错 银启东在屏东潮州 经营休闲农场 小时候家里务农 年轻时在台北工作一两年后 就决定返乡接手 养过鳗鱼养过猪 后来之所以加入鳄鱼 是要利用大自然的生物链 让鳄鱼吃猪胎盘 避免环境污染 却在养猪时期碰上最大地潮 阿兵哥在这里 火蹄翼的猪要抓去宰 我们在这里都会掉眼泪的情况 就在那边随便你们了 因为当时火蹄翼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有点像SARS 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 什么COVID-19这个 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今天发现了两三只 接下来它就一直 一天一天 那个很快就运动过来 当时银启东的猪圈有两千头猪 养一头猪的成本大约四千元 一场口提议让它损失上千万元 我在这里大概有思考方位了 大概五年的时间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在做休闲的一个朋友啦 他说我看看我来看看你这里应该是可以 可以开幕呢 他说我告诉你你叫两只怪手来 把这环境全部都清一清清一清 过年我们就开幕 我有一点在那个降落水那里 他说下去你可以跳这样 我就吓了一跳 这场冒险多亏当年养了鳄鱼 马上就成了农场卖点 动物大家庭还加入乌龟 小白兔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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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公鸡 看到公鸡 还有之后在这边 我也要嚼白兔 然后 还有看到鳄鱼 还有看到鳄鱼 我们从空间规划上 其实我们把以前 存养殖上的想法 其实有出了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考虑到客人的动线 他的休息区 他要怎么移动 他要怎么观赏 以及说这个导览的动线 我们就做了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全新的整理 从空间规划到网路推展 英宗道一手包办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除了3C 休闲娱乐 其实还有很多选择 小朋友在这些小东西上面 其实他们可以 很开心 因为大自然真的是变幻无穷的 对 就是 它可以让你脱离3C 脱离电脑 对对 因为就是 你要给它比那个更好玩的东西 其实不是很难 它就在大自然 哇 一摸空间来了 人和动物在这儿 可以近距离接触 有些甚至就在人的脚边趴趴走 宁家父子翻转上一代 传统务农工作 四年级生和新年级生 联手推广生态之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